《繁花》这部剧如今可谓是火遍了大江南北,但日播放量破译的成绩足以傲视群雄,被广电局旗下综艺报戴章认证为2024开年爆款。 无数的路人甲乙丙丁和粉丝们纷纷入场,一起追剧狂欢。 无数的业内人士也被吸引过来,成为了追剧队伍中的一员。 导演陈正道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高级,抓人。 王家卫导演的《繁花》不仅在剧情和演员表现上备受赞誉,更在镜头语言和光影美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剧中,没有过度使用磨皮和美白滤镜,而是通过精准的光影效果和层次感十足的打光,让演员们的皮肤质感更加真实自然。 这种拍摄方式不仅让观众们感受到了剧中角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更是让人们对电视剧的审美标准有了新的认识。 与此同时,《繁花》中的广告植入也别具一格。 不同于其他电视剧中生硬且突兀的广告植入,《繁花》中的广告与剧情紧密相连,成为剧情的一部分。 这种创新的广告植入方式不仅让观众们更容易接受,也更凸显了剧组的用心和创意。 《繁花》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引领了新的追剧风潮。 观众们开始对那些磨皮美白滤镜拉满的言情谷偶获都市偶像剧产生厌倦和挑剔,更加注重剧情的深度和演员的表演技巧,以及电视剧在镜头语言和光影美学等方面的表现。 《繁花》的出现无疑为国产剧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它不仅仅是一部好看的电视剧,更是一部具有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的作品。 通过《繁花》的成功,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国产剧的发展方向,也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优秀的电视剧作品涌现出来,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在我看来,《繁花》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剧情、演员表现和镜头语言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更是因为它所传递出的情感和价值观能够引起观众们的共鸣和认同。 它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情感的真挚,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这样的作品不仅值得我们去追捧和喜爱,更值得我们去传承和发扬光大。 《繁花》这部剧演员阵容目前来看都是顶配,加上名导王家卫,这部剧质量差不了,就是不知道符不符合现代市场。 目前,才播出一周不到,豆瓣就开出8.1的高分,不得不说大导演拍出来的剧就是口碑热度双高。 难怪网友高喊话说王家卫下凡拯救电视圈的,说他镜头美学很好,从来不浪费帅哥美女的颜值。 其实,被该剧的唐妍金艳主,他的演技变好了。 其实,今年乃至去年繁花播出前,唐妍几乎没有参演其他电视剧电影。 作为85花的唐妍,在里面是三番,虽然范围靠后,但这部剧对他来说意义很重大,掉队很久的他能否重新回到一线。 在85花里,一度快要被遗忘了,目前的热度和人气还在吃以前的老本。 实不相瞒,85花杨幂刘诗诗,赵丽颖唐嫣,在电视剧质量上,只有赵丽颖影视资源好点,知否风吹半下都是口碑暴剧。 他的古偶与凤行暂未播出,也是被列入暴剧名单中,赵丽颖电视剧号召力确实很强。 杨幂拍时尚剧比较多,而且他属于偏商业化的明星,他这些年剧也不多,去年他离开了家行,不知道会不会考虑转型做一个实力派女演员。 前不久,刘诗诗新剧《一念观上》大受好评,昨晚复出后第一部大女主剧《刘诗诗》也是吃着以前的老本。 好在85花号照里都不错,该剧开锅就热搜不断,剧情持续高燃,也算得刘诗诗开了一个好头,日后剧本可选择的范围也变大了些。 《梵花》播出后热度越来越高,播出短短一周,就持续霸榜,唐烟在里面戏份也不少,神咖应该是指日可待。 以后他至少不会在烂俗偶像剧里打转,能有更多的选择权,也能看到他更多的可能性,这次他转型很成功。 筹备了六年,拍摄了三年,《梵花》能成为年度暴剧不是运气,更非一朝一夕。 作为王家卫的第一部电视剧,《梵花》让剧圈《华丽睡袍》里的狮子无处遁形, 从多方面降维打击了剧圈。 观众惊呼,王家卫把我看剧的口味养雕了,把电视剧当电影拍,这样以后的电视剧别人该怎么拍。 唯美的镜头,绚烂的色彩,独具腔调的海太气质,跌宕起伏的时代风云, 没有一处不受观众追捧和热议。 非线性结构叙事,以人物情感作引,延伸故事线,让浮光掠影的角色们各个饱满。 既然是讲述上海故事,又怎么能不说护语? 上海话自然要上海演员来说,才更有韵味。 上海腔调,阿宝腔调,林子们的女性腔调, 难怪央视都评价,《梵花》是不有腔调的电视剧。 真正的好剧就是要有代入感,在既陌生又亲切的氛围情绪中, 沉浸是体验王家卫所创造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上海。 《梵花》看的不仅是剧情,更是一种态度。 这种态度说不清道不明,是不卑不亢的气度,是不声不响的尊严。 你能从剧中看到王家卫卓而不群,傲而不交的气质, 这是他独特的魅力,非其他导演能及。 用上海演员拍出港片味道, 以王家卫的半生所学,创造出上海影像新概念之作。 就连大导演王晶都望尘莫及, 发文大赞王家卫,说他给上海人长脸, 感慨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一样拍出自己喜欢的东西。 好的作品少不了好的演员, 胡歌,唐烟,新直磊,马依丽,游本昌, 就连鹤串的范志逸,都是王家卫精挑细选。 每一位宝藏演员的亲历演绎, 都让繁花呈现出不同反响的故事韵味。 2017年,胡歌接到王家卫的电话,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偶像。 我从中学就开始接触王家卫导演的作品, 从没想过能有机会见到他, 更没想过自己会在他的作品里出现。 谈起繁花,胡歌说他像做梦一样, 和王家卫聊了很多对繁花小说的看法。 起初王家卫想让他一人分饰三角, 同时饰演护生、小毛和阿宝。 之所以有如此大胆的想法, 是因为当时胡歌的话剧如梦之梦太惊艳, 他在舞台展现出来的多个层面, 让王家卫极为欣赏。 为了拍好故事, 繁花筹备了三年, 一笔一复原搭建的黄河路, 五千平方米的繁花摄影棚, 都让胡歌大为惊讶。 他说自己虽然没有在黄河路吃过饭, 但他印象中的黄河路, 就像剧中呈现的那样, 霓虹仰眼, 万花如海。 这期间, 王家卫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带大家搜集关于90年代的上海资料, 还邀请了股票方面的专家, 外贸公司的老法师等。 他们需要作为脑力, 担当在剧组随时指导, 开机前, 每个演员都要提前进场, 让自己全身心沉浸在90年代的氛围当中。 这次的合作更像是在谈恋爱, 刚开始时会很紧张, 很忐忑, 一直在自信和不自信之间徘徊, 慢慢地会发现, 只要他, 王家卫在, 你就会很安心, 很像谈恋爱的样子。 王家卫给了胡歌高度的情绪慰藉, 让演员和导演之间可以互相信任和托付, 这是不容易的。 和大导演合作, 谁的压力都不会小, 好在王家卫尽力旺盛, 事无巨细的态度也影响了其他人。 每当胡歌觉得压力大时, 只要看到王导每天拍完戏后, 还回去开会写剧本, 他所有的皮战感一下子就消除了。 90年代的上海故事, 其实是对父辈记忆的追寻, 也是一次对过去岁月想象的补足。 那时候的胡歌还是个小孩, 要用李逍遥的感觉来演阿宝, 是王家卫对他的期待, 而他也确实做到。 为了选李里这个角色的演员, 王家卫看了辛之雷所有作品的表现, 这让辛之雷感到不可思议。 辛之雷在采访中提到, 自己是因绣春刀二, 修罗战场中饰演的丁白音一角, 才被王家卫选中的。 他在繁花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但与李里这一角色十分契合, 不得不佩服王家卫选角的眼光。 马一丽回忆出现王家卫的场景, 他说王家卫第一次见到他就问他, 是不是脾气不太好。 后来马一丽才知道, 王家卫是想了解每个演员的个性, 从而扬长臂短, 把演员最大的长处发挥出来。 为了挑选马一丽, 王家卫几乎看过他所有的剧, 比如起跑美炭, 我的前半生, 甚至是龙城里的造型。 对其他演员也一样, 王家卫需要对所有演员都了如指掌, 才能放心地把角色交给他们。 繁花剧中陈一鸣饰演的画家正在画自己暗恋的林子, 实际上这幅画就是陈一鸣早年以马一丽为模特创作的少女肖像系列。 那时的马一丽还是18岁的上戏新生, 这梦幻联动不仅是跨越30年的平行时空的缘分, 更是王家卫独特的想法。 拍偶像剧爆火的唐烟, 为了拍好王家卫的繁花, 一场戏NG了86遍, 以他现在的年龄, 在去偶像剧里当小花已经不合适了, 想要转型到实力派, 就要接受导演的各种折磨。 演员愿意配合导演去打磨剧本, 导演啃下功夫去耐心指导, 有这种双向奔赴的理解与付出, 何愁拍不了高质量的剧。